下個月新學年起,全港學校維持半日面售課堂 如果學生和教職員疫苗接種率達到七成,就可以隨入復課 陳婉潤報道 本港疫情緩和,不過下個月開學之後 學生都未能夠完全恢復正常校園生活 教育局宣布全港中小學、幼稚園、特殊學校和補習學校 繼續維持半日面售課堂 但是如果個別的學生已經打齊兩針 另外半日就可以安排音樂和體育等等非學術性活動 怎樣才可以恢復全日上課呢? 如果學校教職員和全校學生分別都有七成人打齊兩針 全校就可以恢復全日面售課堂、五線和其他課外活動 如果個別級別有超過七成學生打了針 學校也可以安排那個級別的學生全日上課 如果當學生知道如果接種了疫苗之後14天 兩針疫苗之後14天 而讓他們能夠全級可以回到全日上課 我猜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誘因 也要有七成的學生打了針 現在我們總是無法打 所以沒有了一個可能 這個保護要高一點我想都明白 最擔心的是小朋友隨口罩吃飯 這個要解決,解決不了也很難 俊榮邦建議政府放寬給小學生回家午餐之後 下午再回學校參加活動 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同輩道